3月30号中午约12点 一辆由济南开往广州的客运火车 在湖南称州永兴县高岗司镇境内一个废旧车站出轨 导致了多节车厢翻覆 车头起火 至少一人死亡 127人受伤 发生事故的列车是编号T179的特快空调列车 最高速度每小时140公里 在非高铁的一般铁路上 是等级最高 速度最快的列车 据中国人民网消息指出 出轨事故疑似因为马田虚到清凤渡区段 连日降雨引起了土石流导致 列车发现之后紧急刹车 但人撞上了摊坊处 导致第一节八电车起火 第二到第六节车厢寝负 官方消息最初说 受伤的旅客和职员大约几十人 已经送医急救 无人死亡 但从网络上流出的现场影片可以看到 民众搬出疑似罹难者遗体的画面 几个小时之后的官方媒体宣称 事故造成一人死亡 127人受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